沒有劇本的戲要怎麼演呢 勇氣即興劇場的新作品 他們把演員分成兩隊 直接向觀眾徵求題目 然後在舞臺上即興演出一段互相PK 作品得要靠演員的臨場反應 還有觀眾的互動才能夠完成 而且縣長觀眾也會被邀請上臺 擔任配音工作 或者直接變成演員 團長說即興劇就是這樣 演員跟觀眾永遠都不知道 今天演出內容 而且每場演出保證獨一無二 演員抽了觀眾寫的曲條 上面的句子就是演員的下一句台詞 我給你三本書你看了嗎 我再叫北洞已經不念三民主義了 我還有在念 你聽辦法的話 說我不是個好東西 這是勇氣即興劇場的作品 台上演員向觀眾徵求題目 寫在紙條上作為台詞 串連起一段即興演出 沒有劇本的即興劇 全部依照演員平日訓練與當場反應 團長吳孝賢說 即興劇排練起來不會比有劇本的戲輕鬆 這支訓練我們怎麼樣跟彼此合作在一起 怎麼應付場上會有可能的各種狀況 排練各種的即興技巧 還有一個就是即興劇的這個 是沒有劇本的 所以我們會練習如何說故事 那最重要的是如何跟一群一樣都沒有劇本的演員合在一起 在同時說同一個故事 Theater Sports 分成兩隊PK 藉由擂台賽的方式讓台上演員 發揮不同的即興技巧 非常強調互動的即興劇種 甚至讓觀眾上台變成演員 專家訪問這個單元 就是請觀眾上台跟演員合體 一起演同一個人 那究竟是誰寫出了這個慈骸卷 為 什麼 一定要 問 這個 問 天 問 天 問 機會就只有一次就不要放棄 就是這個一個冒險的機會 所以就毅然決然就舉手了 我覺得我們人生就是一個在不斷面對冒險跟挑戰的過程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卻步 但是其實我們真的很需要勇氣 那其實透過他們演員 他們也不知道今天會演什麼的一個過程當中 那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激勵跟鼓勵 就不許我們在面對事情都有那一個熱情跟一個勇敢的心去面對 春夏秋冬四季裡面 你最喜歡的季節是哪一個 我們在拍照好了 這真的都有人喜歡 我代替自己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除了分成兩隊競賽 演出中也安排了主持人 炒熱氣氛與觀眾互動 同時也扮演自由演員角色 使情況隨時加入即興演出 演員必須全神貫注 因為所有人都是一起在未知中冒險 要非常注意舞台上的發聲 隨時有任何需要 就是你就要衝上去 所以這沒有任何標準答案 唯一要做的事情 你必須非常在當下 專注在現場跟我的夥伴身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摸平過 我哪有這樣摸平過 在勇氣即興劇場 你永遠會看到不同的表演 演員與觀眾一起創造出 獨一無二的作品